喂 請說 像醫學 世界衛生組織 也不分中西 我覺得說 像醫學應該研究得更偷車一點 現在電視應該可不可以 能夠講深入一點 讓我們民眾這樣深入去了解 因為世界衛生組織 醫學並沒有分中醫與西醫 是 張先生你比較想要了解什麼 就是說希望 希望這些醫師能夠深入的 再去了解醫學真正的涵義 你說叫他們回去再多多一點 士林的吳小姐你好 士林吳小姐 我是 請說 你好 我想請問四位在座的醫師 就是說像我自己曾經受傷 那個腳不舒服 那我去西醫看掛號的時候 他也是看醫生看完 就叫我去西醫做復健 那他並不是說醫師真的幫我整治 他也是那些後面醫療人員在幫我們處理 那現在好像現在我去如果說我去中醫 他就變成說好像就中醫師要全程處理 我覺得這制度是不是有差異 那我想最後再請一個問題就是說 中醫師是不是有分做中西醫師都擁有執照的 那他是不是會給我比較大的保障 那我想請問在座的三位中醫師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講解這方面的問題 你先回答 到底有一個中西醫師嗎 還是只有中醫師 我們現在醫師這家有分做三種 是 誰的就是醫師執照叫西醫 一個是中國藥大學中醫師畢業的 讀了八年的 長跟畢業的八年那一種的 有個中西醫執照兩種的 有一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叫中醫師 那有三種執照 但是西醫的分子分的比較多 剛剛那位好像張小孩什麼小姐 他講的那個情況事實上是交給副健師去做 是 或交給另外一種教授佛 現在HL醫師資格那個 他們在做物理治療師在做 那這個都是醫師在做的工作 所以真的我還是堅持主張 如果你要用健保你還是找醫師 你當醫生你要做健保 除了像我很不好意思我通通智慧 所以我看的都比較 大家都比較棘手的 甚至以交病房的 或者是危機重症來類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你真的是要走健保 你還是醫師親自來做 所以你也幫那個院長回答 就是說西醫其實不是讓非醫師人員 它也是專業的所謂的復健師來做 對物理治療師 剛剛他請教這個問題是他沒有搞清楚 他說復健科醫師看完以後 為什麼可以到復健治療中心 由這些物理治療師來處理 他可能不清楚 因為復健科醫師是屬於醫師的一部分 是七年念完醫學院以後 考醫師執照 只是他選的專科是復健科 但是復健治療師有這個學系 復健治療師他是要念完大學四年 而且要考上執照 所以他跟中醫的這些助理是不一樣 這個是要先說明 那我請教 既然西醫裡面有復健師 物理治療師 這樣子一個專業的培訓 以及執照的這個制度 是不是台灣也要審慎去考慮 在於整副師這一部分 建立一個專業的執照制度 主委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方向 任何一個師的醫療的 應該是我教考用 你有人教嘛 那你考然後用嘛 那如果你說 你隨便說 我已經跟人50年了 我很厲害 那誰來界定你很厲害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朝這個方向 我們在2012年要改成衛生福利部 那我們設立傳統醫學師 那我們當然會朝這個方面去處理 那剛剛有幾個問題我想一併回答 剛剛選擇說50間是中醫好還是西好 那是每個人的選擇 也許你認為西好 我相信也有人選擇會中醫會比較好 這倒是這樣 那你說 為什麼你去推拿要付一千多塊 我告訴你一個人50間去推拿 健保機已經幫你付了一兩千塊給他 如果你要智慧的話 你必須要自己同意 如果你沒有同意 他幫你收一千塊 請你打080 030 598 告他 因為這是不合理 因為你健保已經收了錢 為什麼你還可以講 080 030 598 請你告他 說他給你收了一千塊 這是不可以的事情 再來就是說 中醫沒有 說西方只有分西醫 沒有分中醫 西方是沒有錯 他們只有醫學 跟傳統醫學 就傳統醫學 我們就是傳統醫學的一部分 所以他是分醫學 跟傳統醫學 最後說中西醫醫 兩個在一起的人 是不是會比較棒呢 也不見得 不見得 對 各有專長 搞不好兩樣都不同 人貴在專精 對不對 也許我跟你溝通 我只要說台語而已 我就可以溝通才好 你也要說台語 說國語 都不清楚 所以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對 更複雜 我想是這樣子考慮的 議長你怎麼看這些問題 對我剛剛先理清一個 醫師執照還是只分兩種 沒有分三種 中醫師執照跟西醫師執照 他是取得雙 他有兩張執照 一種執照叫中西醫執照 沒有 這個時候我要先說明 張醫師我請教你 是不是台灣要很審慎 來去思考 建立所謂的 中醫的整副師制度 這個問題 我覺得非常好 而且就是從根本的理論 基礎教育 把這一部分徹底的釐清 讓民眾得到更多的保障 我請教你 到底那個教育是怎麼教育 我們也看到說 如果現在你要當整副師 當然這個不是在所謂的 法律上所規定的 合格的執照 可是你可以拿到一個 課程的一個證照 你拿到證照 你還是要經過兩三個月的 一個學習的課程 包括說你要去介紹 整個保健副整副業的概況 還有基礎推拿手法 十二精精手法基礎應用 等等等等 究竟在西醫裡面 已經有比較完整的這一種 復健師物理治療師的 這樣子一個訓練過程 我們要去做這種中醫的 整副師 該怎麼做 稀有在推拿上 他們或是治療上 有他們的看法 那中醫推拿的部分 也有他們的看法 那我想這個優劣 就由民眾來選擇 必須走醫學院那套路 我看推拿方面 我反而不是很贊同 一定非醫學院才能 培育出最好的學生 我認為對跟錯 只有一個觀念而已 觀念對了 它事實上真的可以把 很多不舒服事處理得好 所以要由國家來進行考試檢定 我認為國家來是比較有公信力 那如果能夠也委託一些民間單位 那比較已經把這個推拿方面 做得非常好的單位 來處理會是不是最好 那這個我稍微補充一下 如果以原始點 像我在推廣原始點 就是直接在教民眾怎麼按摩 那如果能夠讓大家也了解 只有用手 就能夠處理一些簡單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是很好 我想最後講一下 醫療是一個很重大的事情 絕對不可以從師徒這樣隨便來 就是說我認定你是什麼 一定要經過學校的培系